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呢这个短片当中我们大概看到了一个新疆采收棉花的一个场景 也有一些数据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请钟老师您跟我们详细说说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新疆棉花的采摘情况 目前我们的采收方式主要是什么 主要的这个采收方式肯定主要是靠机器 我看最新的数据我们在采摘环节这个季节化的程度 已经超过70%了 因为新疆它有大体上有两种这种棉花的生产种植模式 一个就是我们兵团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还有一个模式呢就是我们像中国的农户 这种自主经营的这个模式 在新疆建设兵团的这个集体化率的程度啊 还要更高 所以之前我也看过一段短片啊 就是刚刚呃钟老师主要说了一个采收环节啊 也包括种植环节 无人机啊等等一些先进的机器装备都上阵了 其实我们真的像棉花协会的那个老师们说的 我们欢迎大家都去新疆 勉腆的去看看 是吧你看见真实的情况你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就是对新疆的大型采棉机 采摘棉花的机器 你像其他地方不超过30% 有的地方是5万 有的这个机械是20万 但是对新疆的这个采用最高限额可以达到60万 我们国家在这个推动棉花的现代化程度 机械化发展方面 也是有更多的扶持和投注的政策 来去真金白银的去保护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农机补贴政策 对新疆有这种额外的倾斜 就是从根本上 或者说从一定程度上 从一端来提高我们棉花 提高我们棉花纺织业在世界上的占有率竞争力 而且我相信这种趋势 只会这个往前走 不会 不会倒退 肯定不会倒退 它不能往前走 只会往前走 目前的这种状况 就发生了这个这个新闻事件之后 那么会不会对中国棉花 尤其是新疆棉的销售产生影响呢 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影响 这个表面上是抵制 或者说是说对中国的棉花做文章 因为我们本身棉花出口的不多 但我们主要是出口中间产品和这个中端 纺织业产品 那这里边都含有我们新疆棉花的成分 因为你看我们大体上全国 六百左右万吨吧 新疆就五百多 六百多 新疆得占到八十九十 百分之八九十 那我们的这些棉花呢 肯定有新疆棉花的成分 那这个短期会有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假如说他不用我们棉花 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些纺织品减少进口 短期之内 这个东西的确对我们也会有影响 对他自己也不是说这种独善其身 你像没有这么好的产品 他只能找其他替代品 那其他替代品 那就损害消费者的福利 但是钟老师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侧面也看到 其实我们国家所谓说我们说这个棉花产业的竞争力 其实更多的也是体现在我们的服装啊 纺织品的这种竞争力上 对对对 那目前我们这个棉纺织业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竞争力 在国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首先看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出口的体量和规模 三千亿超过三千亿美元 这个在世界上 那肯定是体量规模最大的 这个就也就充分体现了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 你要 你看现在不仅仅是单一一个产品的竞争 是什么 是整个环节 甚至产业链上的一个竞争 2019年底我们新疆有3251家棉纺织企业 而且在这棉纺织企业里 有很多的这种产业集群 产业园区 我想这个就是 对我们产业链的形成 对我们竞争力的提供 提供足够的动力源 那这个霍老师三次到新疆去拍摄采棉 霍老师有些自己的亲身感受 你当时去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包括你了解到的 目前的发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当时拍了十几千里金江采棉记 是2013年8月底 我们到了河南商丘 是跟了一群 因为河南商丘 它是属于新疆采棉的 当年那个时候的竹丽雍 主要来的 我们去了商丘 那个季节的时候 其实正好是一个叫农贤时节 很多在家里的婚女 或者年轻的女子 她们其实是扔不了多少钱的 她们希望有个机会出去去 去扔点钱 打工 然后我们就全程记录了 就这样的老刘和采棉工召集上来 一起坐着那个绿皮火车 从商丘到乌鲁木齐 再到新疆十盒子 一二一团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就有机会不太多的时候 能到新疆去 在那个季节农贤时节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就业门路 对对对 就业门路 创造机会 你想那两三个月 能挣到差不多两万块钱 他们叫季节性 叫季节性短工 然后呢 对 那一个季节有多长时间 打工的时间 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 然后其实一个月 能挣到五六千 或者四五千 他觉得这收入还是很高的 而且还有一点 你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吗 新疆那个地方那么美 平时我们要去 是要自己花钱的 对对 所以说我们 有人给出 火车票 火车票 然后到那还管吃管住 对 然后到那个地方 采采棉花 还有收入 所以说很多人 还是累去的 就是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 就是到了新疆以后 然后呢 当地的农场主 他们现在新疆 那个种棉花的人 叫农场主嘛 然后就把新疆的哈密瓜 好水果 所以全部弄上去 然后给做的好吃的 好客 好客 你说到这儿 其实我当时印象 特别深的一个情节是 他们这一记采收下来 每个人就拿着赚来的钱 然后特别朴实 就缠在腰里 就带回来了 对 那个感受 我觉得是一种 满满的一种喜悦感 最高的 有人手特别快的是 两个多月能收入 上半块钱 最低收入也四五千 采棉的劳作结束了 要回家了 哇 这些人高兴了 就是 然后呢 回来之前又去了新疆当地 很多那个潮湿 很多地方 去买新疆的特产回去 其实你最后一次去新疆 记住了采棉 他其实就赶上了 那会儿已经大规模 就开始推广这个激收了 对 感受到这个采棉的人去的越来越少了 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跟你再插个故事 就是当我们设置组跟他们一起回去 坐56个小时的立飞车 回到他们河南商丘的家 还收获了吗 满满的回来了 然后老刘当地政府 因为是劳务输出改变的生活 其实叫劳务输出 富足了他们的生活 然后买了一只羊 然后聚到一起 那些个去新疆采棉工 在家的临近的都闹在一起 然后聚了一下 就那个画面 就那个气氛 其实让人心里特别温暖 包括我们走的时候 我记得还说了一句话 我说乡亲们 我们撤了 然后呢 哇塞 就是镜头也放慢了 然后老刘和那些乡亲们 那真是都出来 就是和我们挥手类别 就是我当时和那个谁 和我们摄像师 我就就是 就实在是控制不住了 然后我们坐在车上 还哭了好久 因为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关系特别好嘛 一段特别难忘的岁月 老刘还跟我说呢 从2014年又去了一次 后来就不去了 因为机械化程度 就是越来越高 被机械化替代了 然后你知道这些人 因为是经纪人嘛 他的心特别齐 现在是天南海北 海北的 就是一到农前的时候 到各个地方去 什么摘苹果 采空洗 什么茶叶 就是我昨天打电话 他们还在安徽一个地方 在采茶呢 所以你说 所谓的这种强迫性劳动 真是觉得不可理解 就是对于咱们 那个天南海北的人来说 咱们在一起 包括怎么去务工 怎么去打造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实际上是一家人在一起 奋斗的一个感觉 对 我们当时拍摄的那个农场主 就是我们要走之前 有一次聚餐嘛 特别热情的 看我们深属也很辛苦 然后就照片晚宴的时候 然后说了几句话 你知道吗 我们新疆的棉花 可以温暖全世界 其实我那时候觉得特别自豪 真的 你看我还特意 今天带了一个宝贝 刚才你是放在桌上 就是那年拍纪录片的 就是当年拍片子 然后就是因为你想 一去新疆那么久 就是把妻子 孩子都扔在家里 说带的什么呀 哈密瓜呢 我觉得还有点成 带一个还不够吃 带多了 还挺成的 后来我就带了 采了一枢棉花 哇你这真是 这个棉花一直就放在 我家的一个书桌上 像这个棉花 当时带回来的时候 肯定特别白 对特别白的 现在都好多年过去了 对一看当时的 很重要的一个纪念 可能十年前 内地的人 可能要通过这个机会 来解决我增收支付 解决我收入 但现在我可能 不一定走这么远 就地解决 就近解决 就新的增收机会 就业机会 这两种条件 也是倒逼我们 在棉花的采收环节 要大力发展 机械化 科技化 装备上的 要要重新提高 好 接下来我们现场 我们还请到了一位 特约嘉宾 现场我们就 马上来连线一位 正在新疆 种植棉花的 棉花种植户 来了解一下 实际情况 请这位大哥 跟我们亲口说一说 来 我们连线一下 荣大哥 荣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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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大哥 种了多少亩的棉花呀 现在种了一千多亩 您的上千亩棉花 一年能收入多少啊 收入个几十万 一百多万吧 一百多万呢 那您采收的过程当中啊 您觉得现在这个 推广机械化的 这个趋势 发展的怎么样啊 现在这个 棉花地的区域面积大 所以必须用机械化 任务菜面就是 时间比较畅 需要两三个月 费用比较高 但是任务 也 惯例很麻烦 但是你要实行 这个机械化以后 从一四年以后 实行这个菜面积 基本上我们就 没啥事了 就打电话 让菜面积过来采都行 采完以后 有收入器 自己也判全来拿 我们基本上就很清楚 像现在你的一千多亩 大概是不是 几天就都采完了 现在正常的情况下 一个菜面积 也就是一天能采个 四百到五百公 也就是几天是也都采完了 三四天 应该是全程都是机械化了 从播种收获 是吗 容大哥 是全程机械化了吗 现在 现在全程机械化 从立地 把里 到播中 现在那个团队都 装在GPS 现在有些是 无人驾驶 这个是 无人驾驶 基本上都不需要 非常需要人工 现在你看 有转业的 转业立地的 转业普通的 转业是意大利的 还转业拆手的 拆口的 您算算 假如说 您还用这个人工去采的话 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 一公里 可以搞扑一块 其中 那我还想问您 您觉得现在这个 机械化采收的 采棉花的质量怎么样 随着一个科技的 这个采棉级和 炸花设备的根源 现在基本上 开景余在 连至 97左右 它是相当不错的 它主要卖到哪里呢 我们的棉花 一般的就交代 就卖给当地 输进的 这个棉花加工企业 棉花之企业 对当地就有棉花 加工企业 当时我们拍摄到了 就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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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们应该问问他 新疆那会儿 还有没有闲置的地方 咱们也应该去 去种那棉花去 给您手摆了 让荣大哥给你留一块 去体验一下 荣大哥 谢谢你 您的一个表述 这种很真实的描述 让我们感受到 现在这个新疆棉花种植 还有采摘的 充分的这种 现代化的程度 我们也祝您 在今后的这个棉花种植 和采摘加工 整个产业的发展路上 能够走得越来越好 然后您的效益 越来越高 带领更多的农户 致富 好不好 好 谢谢 我和你有个约定 当你今天新疆 采棉这个时候 然后我和摄制组 去参访您 好不好 可以 可以 后会有期 好 谢谢 再见 荣大哥 感谢你接受的连线 好 再见 就是有一个数据 就是全世界 大概有五分之一的棉衣里边 都有新疆棉花的衍生品 包括棉纱棉线 对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对 其实作为我们来说 是全人类的 是全人类的 就是我们其实一直是 本着这样一颗 就是接纳 包容 开放 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 对 拥抱全世界 对 我们说我们不惹事 但是我们也不怕事 对吧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其实更愿意 把更多的和谐和美好 带给全世界 带给全人类 是的 好 谢谢 谢谢两位嘉宾 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还会有些 后续的报道 也希望我们的网友 继续关注 觉得可以一起 唱一唱这歌 是不是 相约一起去新疆 对 对 是不是有那种 新疆歌 新疆在跳起来了 这司机又回去了 我们吃的红辣椒 现在就回去 坐着那个绿皮火车 跟这 新疆的 跟河南的产兵工 直奔新疆